嗨 大家好 我是小雪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巴莉比較適合的隊員 這個新黑金 那這次出兩張嘛 巴莉跟夏娃 不過夏娃那個隊長技很鳥齁齁 所以主要還是巴莉拿來當隊長 比較實用啦 那因為他的隊伍其實蠻綁定的齁 就綁定這個拉普跟夏娃 會比較好 不過這三張綁下去的話就 三個卡夾如果都要抽 抽到保底比較衰一點的話 可能就要600顆石頭 這個真的是挺坑的啦 說實在的 不過撇開坑不坑不講齁 我們還是要分析一下 這張卡到底要怎麼帶 怎麼配會比較好齁 那因為他本身呢 就已經可以結很多盾齁 包括拼圖盾 固定連擊盾 然後加上他這個組合技 還有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可以無視固定連擊 指定連擊盾 還有符石連擊零化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他還有一些 組合技齁 像跟這個 拉普有個組合技 可以無視無數 又可以防鎖 還有跟夏娃 有可以高combo 然後可以炸板啊 或者還原版面 移除版面所有符石 所以他本身其實是可以結很多技能的 但是他 他有發現他其實很多技能齁 都是要綁 拉普 或者是夏娃 首先是綁拉普嘛 綁拉普就是剛剛說的無視無數盾嘛 防鎖啊 然後再來 這個放 放那個拉普進去的話 又有多兩秒的轉租時間 而且 這個拉普拉斯攻擊力還會提升 對不對 提升之後 他還會共鳴 所以其實我覺得拉普 非常的重要啊 有點半強迫消費 要你去抽拉普 我覺得 然後再來的話 夏娃的話其實 我覺得沒有到 那個拉普這麼的重要 一定要放進去 因為他 他放進去主要就是有一個被動的 界王拳效果嘛 這個就是不用開技能 他這個 放在隊伍技能裡面的 這個界王拳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齁 然後再來他 他放進去隊伍裡面的話 主要還是有一個常駐的 增傷 這樣子 然後而且還會 這個 還會加短度時間 還會加短度時間 然後關技能有加康啊 這樣子 有點像 雪未來的 這個增傷有點像雪未來 那個 初音系列那個 雪初音雪未來那個 然後還可以無視攻前盾齁 所以 其實很多技能齁 是放在這 這兩張卡裡面 所以大家還是會說 就是要 抽這個八粒 要玩這個八粒的話呢 就是這兩張也都要拿到這樣子 那 除了這兩張其實還有其他一些 不錯的成員啊 但我真的覺得 拉普拉斯真的太重要了 一定要放 那 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齁 我覺得比較 好用的成員啊 拉普拉斯就不用講了齁 這個 除了跟他有一些組合技 還有隊伍技能以外呢 他的本身的技能 也是非常的實用齁 可以指定炸豬 指定選擇要掉下來的豬 然後又有牌豬 整版魔族強化 然後追打 無視三屬 無視無屬 放的話可以無視三屬 雖然說我覺得三屬盾比較不怕 然後 還組合技可以無視無屬又防鎖 這個基本上 這張 就是要你一定要有嘛 對不對 這就很靠北 那兩張黑金 一定要放在一起才有這個黑金組合技 好啦 那我們 如果一定要放拉普跟夏娃 是不是剩兩個位置 剩兩個位置的話呢 就 來介紹這兩個位置吧齁 首先是 這個呂布合體齁 這個呂布合體在解放之後 也是非常的實用 只是呂布合體 放進去的話 因為他佔兩個位置 所以我們這邊看過來齁 他佔兩個位置 所以等於是我們的成員 剩下五個 那這邊有一些效果 比如說這個轉屬 轉屬一定要六個模組成員 才能轉屬 所以這就沒辦法轉屬 就只能玩暗隊 然後再來的話 隊伍中全員模組一定可以獲得6666點護盾齁 這個的話 就沒差了 因為 就算你隊伍裡面只有五個成員 可是還是全都模組啊 所以你還是可以拿到666點護盾 所以我覺得呂布 放進去還不錯齁 而且他還有各個共鳴齁 這個呂布合體的攻擊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齁 是 6,414 比血量還高齁 那這樣子的話 整隊就可以去跟隨攻擊力 機質最高的 而且呂布 在淺解之後齁 他這個 進場就有-CD啊 什麼的 欸 進場我記得是有-CD那些的啊 欸 不是這個 會有-CD齁 所以很快就可以合體了 所以對於他這個 阿卜拉斯來說齁 像他 有一些技能就是 有一些倍率啊 就是要 經過每一層之後 然後攻擊力才會再提升什麼 就是沒辦法馬上進場 達到最高倍率 那這個時候呂布 合體之後 然後讓他共鳴這個傷害 就非常的有用啦 而且加上 呂布的技能又不是無用的技能齁 呂布的技能又可以解碎裂 這個然後有增傷又可以無視燃燒什麼的 所以 我覺得呂布放進去是挺適合的齁 然後再來的話 暗屬性還有秦皇嘛 秦皇可以指定版面 喔 還原版面 這個也很好用 缺點就是CD比較久一點啦 那團長也是很好用的一個 擋死的技能齁 那擋死 也可以擋那種 100%扣血啊 但是 就是不能擋那個 無視防禦這個而已啦 其他的話 像 第二個技能齁 變身二技 點燃結點燃盾啊 或者是 這個 拿來當增傷齁 暗屬性跟模組攻擊力都有1.7倍 這個都不錯用齁 而且他 雖然說齁 這個 巴力的傷害齁 是可能集中在巴力、夏娃跟拉布拉斯這三張卡身上 不過 團長的話 因為他吸攻擊齁 可以到這個 五萬六齁 這個五萬六 其實在這個增傷 也是非常高的齁 所以我覺得團長還是值得放進去的 然後我今天介紹這些成員其實不多齁 但是我是覺得 拿出一些可能比較常用到的出來講就可以了 好 不然這個模組真的太多了 那再來我們講這個 水屬性的齁 水屬性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放 雪女郡去啦 因為 這個 巴力的話他本身 沒有什麼回血的方式 他只能靠 這個 星珠來回血嘛 那這時候轉星卡 我覺得 就 可以必備一張啊 因為 他本身有那個護盾很厚的關係 加上他本身血量又很高 所以說實在的 打關卡的話 我覺得他不太會去扣到血 但如果說今天遇到星珠盾啊 或者是當你需要回血的時候 有這個 雪女可以用 然後又有界王拳的效果 這個也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齁 他 大家有發現齁 這張卡他解了很多盾 但是他沒有 這個 炸板 沒有炸板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炸板的卡 在這隊裡面也是非常的重要齁 比如說這張新出的這個米菲波齁 這個魔法格系列的齁 他可以炸整板 然後魔族成員之行 掉落魔族符石 這就 對於這個巴黎這個魔族對來說齁 就等於是整板都會掉魔族符石下來 另外一回合內 他所受傷害減至100 這個也是非常實用的一招齁 所以這張我覺得也是可以考慮放進去的 然後再來齁 火屬性的部分齁 像眼球齁 眼球這個就 萬解的一個卡片嘛 也可以放進去 那再來呢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巴黎的部分齁 他有這個轉屬的效果 如果當你今天轉屬了 呃 那你是不是整隊就變純色隊了嗎 對不對 那你純色隊的話 你要怎麼解五屬級盾呢齁 這種 這種盾呢 最近出現的頻率有點高齁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靠這個烏蘿波 一回合 敵方這個 反正他可以追打所有目光暗各一次齁 這個解五屬級盾 非常的好用齁 這模組這張卡 然後再來 這張我覺得也是挺適合的 這個沃瓦道 他可以炸整版符石 然後他會有一個固定版面齁 木火木火木火 這樣子 然後整版的模組符石 那可以看得到巴黎的這個隊長技能 他是 消直行會 有最高倍率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張沃瓦道呢 放進去也是挺適合的 也是挺適合的 而且更不用說齁 他跟這個拉普拉斯 有這個組合技能 也不是組合技能啦 就是隊伍技能 他們兩隻一起放進去的話 他的技能CD會變成6 那剛好 這個拉普拉斯 非常適合放在巴黎隊裡面 那這兩隻一起放進去 個人覺得是非常的搭的 所以如果我自己組的話 我可能會放 巴黎嘛 然後 拉普 還有新的夏娃 還有沃瓦道 最後一張的話 就是會看關卡需求這樣子 那再來呢 火屬性還有這一隻齁 這一隻的話 如果說你沒有夏娃的話 你可以用這張 來解這個 弓錢盾 他可以把這個魔族 欸不行喔 對對對 他是把這個魔族成員 減去攻擊力的兩倍 加入自身攻擊力 然後他可以讓自身 一回合無視 弓錢盾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夏娃 其實本身也是可以解弓錢盾 我們看這邊齁 關掉的時候 他關掉的時候 自身如果四個經果的話 所有成員無視弓錢盾 那其實意思一樣啦 他只是把這個 魔族成員的攻擊力兩倍 然後加入自身 然後一樣是無視弓錢盾 那沒夏娃的話 可以用這張 去代替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 木屬性的部分 薩斯姆就是拿來撐血量 當然沒有人在嫌血多的 也沒有人在嫌血多的 也沒有人在嫌個減三高的啦 但是越多越高 越好嘛 所以如果你要血更多的話 欸就可以放這張 然後放全魔嘛 這樣血量要多1.5倍這樣子 然後再來諾索斯的話 主要就是還原版面 就是 遇到一種反強化盾的時候 就可以 使用他 然後又有牌珠的效果 又有增傷的效果 這個也不錯 而且他的CD非常短 只有CD6 然後又 給的 攻擊力 給的攻擊增傷又很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不錯 那再來 剛剛有講到嘛 很重要的就是炸板 剛剛那張水準性的 米菲克沒有的話 也可以用光肥仔 這個就很平民的 一張卡嘛 就免費卡 這個 CD5 又非常短 那再來暗屬性的話也可以 因為他沒有無視燃燒 沒有無視黏斧這種東西 也沒有無視電擊齁 這個是 巴力的缺點 那 無視燃燒 無視黏斧可以用 馬西團團長 這樣子 然後隊長佔有 又有攻擊力3.5倍嘛 剛好這個 他是 也不能說擊傷啦 只是說他的傷害會集中在這個 巴力 跟夏娃 跟拉普拉斯身上嘛 所以這個時候搭配這張卡 3.5倍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以上呢 是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常用到的 一些配置啦 那我自己覺得 拉普跟夏娃 如果有能力的話 有能力抽的話呢 基本上是 必放 拉普夏娃嘛 然後另外兩張看你要放 呂布合體 呂布合體放進去 你就已經沒位子了 6張就買了 那不然就是 比較搭的就放這個 握瓦道 握瓦道 然後最後一張 所以關卡有無鼠極盾 欸 無蘿蔔放進去 這樣子 阿不然就放眼球 阿不然就握瓦道 再搭配一張炸板 米飛波 或者是搭配這個 易哥倫納克 也都很好 那關卡如果很多燃燒 可以用這個 可以用這個 然後再來 如果想要寫更多 就放這個 薩斯姆 好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以上是我自己 推薦的隊員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分享一下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小鈴鐺 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